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什么呢 英文叫做Respect for Marriage Act 中文叫尊重婚姻法 其实就是同性婚姻法 就是最不尊重婚姻的 通过了 那目前这个法案是在众议院还有参议院都通过了 那这个法案接下来的流程就是总统签字 然后就可以生效了 那我们大家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同婚这个东西在美国不就早就有了吗 那为啥现在又要立个法 然后左派还高兴得不得了 就是这个事到底是为什么 因为本来就已经可以了 对 那其实原本大家都知道是可以的 但是因为Roe v. Wade这个关系 罗素伟德案 对不对 Roe v. Wade这个东西就证明了一件事 就是说最高法院是可以反悔的 同性可以结婚这件事 其实是没有一个法律去保障它 是因为最高法院曾经判过一个案子 就说同性婚姻是可以的 然后大家说 哦 同性婚姻可以 那当他们看到罗素伟德就是这个堕胎权这个事 最高法院50年之后还可以再判一次给他退翻 他们就觉得有点害怕了 对 所以说他们才要处心积虑的立一个法 在这次投票的过程中呢 有不少的共和党人支持 那参议院呢有12名共和党人投了赞成票 众议院有39名共和党人投了赞成票 那我们就看到就是说他们为什么能投赞成票 从世界的角度来讲 我是明白的 因为在整个世界里面 社会的这个大环境就是在急速的堕落 在十年之前呢 我觉得基本上来讲 就是大家都还有一个基本的尝试呢 就是说人的生活呢 那个时候都还是正常的 而且对生活方式是有共同的认知的 哪怕是没有信仰的人 其实也是这样 大家知道两个男人在一起 这事就不对 对吧 就很多人他不知道为啥不对 但他说就不对 就是结婚这事就应该是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 但是现在你就可以说 哦变性人也是女人 等等等等 奇奇怪怪的东西全做出来 所以这个道德价值观明显 急速下滑的开始的点 就是在2013年 那个时候最高法院呢 推进了这个同性恋婚姻的这样一个东西 到了2015年的6月26号 那个时候最高法院就判决 而且赋予了所有50个州 这种同性恋依法可以获得承认的权利了 就是这个样子 那你就看到在2008年的时候 就哪怕我们认为说非常非常左的奥巴马 在2008年他第一次参选的时候 他也直接说他是反对 完全反对同婚的 那到了2012年的时候 拜登在选第二次副总统 在那个辩论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还说 说婚姻就是一男一女 而且是宗教的决定 但是现在的美国却全面的 在推行LGBTQ的文化 你会看这个东西 过了真的就是仅仅10年而已啊 就是10年或者不到10年的这个光景 就变成这样啊 那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说 同婚的通过呢 其实他并不仅仅是刚开始说的那么简单 就是只是影响到同性结婚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俩男的到底能不能结婚 俩女的到底能不能结婚 他们翻盘了整个文化价值观 而且重新定义了美和丑 以及善和恶 就是首先第一个 他们扯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呢 是肥胖 现在肥胖呢 就是你不能说了 你不能说这个人 他好像有点胖 你得说这个人 他非常的美丽和自信啊 而且这个肥胖变成了健康 就是对健康的定义 已经非常的模糊了 很多时候你看有的人体重过大 那很糟糕哎 你知道吗 就他他会有很多什么 你都说那个高血压高血糖 这都算轻的了 可能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 肥胖人群会面临的很多问题 对吧 那你现在只能说这样的人是美丽是自信 你不能提醒他说 你这样你小弟你会要生病哦 例如像那个Lizzo 你不能讲他胖 胖这个字就变成一个offensive 一个有攻击性的一个字 但其他东西都可以 简单说就是你只能鼓励那个样子的人 你只能鼓励他继续变胖 但是你不能对他有任何的批评 我们有做个节目 就是一个女的她上飞机 然后呢她在那个经济舱那个地方 她说飞机歧视 设计飞机的人歧视 这些人在坐设计飞机的时候 并没有考虑到比较大的 比较美的人的这个体型 而造成所有的人的困扰 那我们看到还有很多人去饭店找茬啊 就是有的人 实在是就是太大值得太重 有设计椅子也没想到 去饭店里面一吃饭 一坐给人椅子坐塔来 跟人四氧八叉倒在地上 起来就说我告你们 对吧 我告你们饭店 你们骑士肥胖人群 干嘛搞这种烂椅子跟我们坐 你看看连个人都撑不住 那你说设计椅子的人 也没想到人能变成大乡 反正他们就是重新定义了 肥胖这个东西 把肥胖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健康 肥胖这个东西变成一个自信的一个代表 对那包括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沃尔玛也好 还有那个target对吧 有很多那个大马的那个女装模特 就人家那个模特都一般都这样的 啪一下出了一个这样的模特 对吧 那他们就说 我们要给肥胖人群 就是也设计很多漂亮的衣服 然后可以让他们去购买 那其实所有的这些文化 他都在把健康这个东西再给扭曲 就神设计亚当的时候 我相信亚当也不是这样的人 应该是六块鸡啊 八块鸡 六块鸡有没有我都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绝对不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人 对吧 所以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文化 就是没有节制 就放纵 你就放纵吧 你自己就是最美的 你不管怎么放纵 都是对的 都是好的 你自己就是最美的 那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声音 包括在教会里面 在那边说什么 我们要包容 我们要爱 不管你怎么样 神都爱你 然后要接受这样子不健康的体态 然后说这个是在反歧视 说每一个人都在神的眼中 是一个美的 那意思就是我们扭曲了 整个美跟丑的定义 但是圣经上是怎么说的呢 真言第二十三章第二节 你若是个贪吃的人 就当把刀子放在喉咙上 因为圣灵结束的一个果子 其中一个就是节制 就没有节制 绝对不是一个好事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腓利比书这里也告诉我们说 他们的结局是灭亡 他们的神是自己的赌妇 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 所思想的都是地上的事 这个是非常的一个 符合现况的一个东西 因为肥胖真的就是不好 但是他们又接受自己 然后他们觉得 这个是骄傲的 这个是这个 我觉得其实他们不接受自己 因为他们太放纵 你知道当人太放纵的时候 他自己心里 因为律法都在心里嘛 那他们自己也觉得说 这个不对 会有这种愧疚的感觉 所以他们逼着让别人说 快说我是好的 快说我是对的 因为你不说 我就说你是骑士 所以被逼着 旁边出来一大堆人说 你这样很好 你这样很棒 然后他心里的这个感觉 他就可以去忽略 就说大家都说这样是对的 那这个事就是对的 我就可以继续去放纵自己 我不需要对我自己 有任何的hold back 我都不需要 所以意思就是 他不接受自己 所以他需要其他人 来接受自己 所以自己才可以接受 营造一个假象嘛 就像皇帝的心衣 他不能接受别人说 你没穿衣服 你们所有人都必须说 这个衣服是最好看的 大家都在那说 他就说对了 看到吗 大家都这样说了 所以我的衣服最好看 所以这就是不愿意承认现实 不愿意承认事实 那这样的话 你永远活在这种梦幻的世界里面 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认罪悔改 你没有办法认罪悔改 你都认识不到自己有错误 你就没有办法 真的按照神的话语 去做更好的自己 那同样的呢 还有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 在这里说 我是功课己身 叫身服我 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 自己反被弃绝了 那圣经不断的告诉我们 我们的身体是属于事上的 我们的肉体是属于事上的 我们的灵魂是属于神的 我们的身体要听从我们灵魂的 我们有义务要来控制自己的身体 有义务要来掌控自己的欲望 但是现在的世界 却需要我们接受肥胖 对于肥胖不可有任何的不悦 只要有一点点的不喜欢 就是在歧视 在打压 在不尊重人 造成的就是 我们接受了所有左派的议程 彻底的扭曲了健康的定义 彻底的扭曲了美的定义 更可怕的是 我们也彻底的扭曲了爱的定义 那除了这个肥胖的定义呢 其实他们通过这个东西 在世界上扭曲了 基本上所有神创造的 最基本的东西的定义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男人 他们现在极力的在抹黑男人 尤其是在女权运动出现了之后 对吧 然后在同性恋出来之后 他们更是扭曲了男人的定义 就是本来一个神创造的 充满着男子气概的一个男人 现在就变成了 就变成这样的男人 对 那如果我们要是看 现在的这个离婚率 还有未婚生育率 其实都高到一个顶点 这些产生的原因 都是因为男人不敢承担 家庭的责任 然后懦弱逃跑的表现 你想如果一个女人 对吧 怀孕了 然后说 我怀孕了 然后这个男人说 哦好啊 那我们就结婚吧 我们一起组建一个家庭 然后我们一起养育我们的小孩 那你说哪个女的还说 不我要堕胎 对吧 大概率都不会 现在很多女人 就是单身的女人 去堕胎 就是因为没有爸爸 跟他一起抚养这个小孩 那他就会觉得 不知道怎么办呢 那也没结婚 我没结婚 我带个孩子 我以后还结不结婚了 对吧 很多人是考虑着这方面的事情 所以这些男人 他都不敢承担家庭责任 全部都跑了 那这样的男人 现在在我们的社会上 非常的多 而且在黑人的群体里面 占到百分之六十几 这个洗脑呢 是从男孩时期就开始洗脑的 我们的教育系统 是偏好女生的 偏好女孩的 女生 是比较乖 比较懂事 像他就是比较乖的一个人 对不对 那男生呢 像我这个样子的 就是则是被当成一个 坏掉的女生来看待 那你得多烦人啊 就是我比较坐不住啊 然后我又是过动儿 好像男孩是很多人 对对对 而且特别是 像说在体育方面 还有我们的学术成绩方面 我们除了就是 删除了男生天生的竞争的这个特性 把所有东西都变成 参加就好 快乐最重要 没有一个高低 没有一个竞争的系统 为了要包容 为了要多元 没有歧视 造成的就是 现在的男生 越来越没有竞争力 而且也越来越懒的去竞争 女强人现在一堆 但是不负责任的男人更多 女人找不到适合的男人 而男人变得越来越自卑 但是男人的天性 还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是有搞童俗 长期的压迫下 而且活在一个 没有任何意义的人生里面 犯罪率提高 枪击案提高 吸毒 自杀 强奸 全部都变高了 当我们的社会 舍去了男子气概的时候 男人不会变成一个好男人 而是变成更烂的一个男人 就像你 现在很难找到对象 原因就是因为 男人实在是太烂了 没有一个男人有责任 其实责任感 对一个女人来讲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后一个男人有想法 有决定的能力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是现在很多的女人 找不到这个样子的男人 对 那很多人也是嫌我岁数大了 上次有个观众留言 好不容易有人留言 好像对我感点兴趣 然后人家问说 弗里莎年纪多大 我乐呵呵给人回过 我说三十 然后人家就再也没理我 我有很多朋友也是单身 如果你要是没看上我的话 我还可以给你介绍 我身边很多的朋友 都是非常好的女生 那除了这个男人的定义 被扭曲 女人当然一定要被扭曲了 对不对 男人这个物种 不光在被攻击 女人也在被攻击 现在有太多的变性人 太多的男人 他们就说自己想要变成女人 那其中蛮大一部分因素 很多人是有心理疾病的问题 还有很多人呢 他就是专门为了一个 利益方面的问题 对吧 那我们看到有很多明星 也去变性 就是比较让大家比较熟知的 一个就是凯琳·珍娜 她前身就是Bruce Jenner 她就是Kim Kardashian 就是金卡戴山的继父 那除了这个Kilen Jenner之外呢 还有Ritual Lovin Ritual Lovin 她是我们这个政治圈里的一个 海军上将 对 第一名 什么女性 海军上将将 其实她就是一个 结过婚 生完孩子了 孩子都长大了 完又离婚 又去变性的这样一个男人 就像这些变性人 你都很难问他说 你有没有做手术啊 对吧 因为在我看来 你如果要真想决心变成女人 你得咔 你得做手术 你才能代表你的决心 对吧 但是现在其实上 蛮大一部分人 他们都只是声称 就是没有去做手术的实际行为 他们只是声称 说我现在就是女人了 就比如说Lia Thomas Lia Thomas 就是那个游泳选手 就是跟所有的女生站在一起 高输一个半头 他本来叫什么 William Thomas 所以他本来 他是一个游泳的嘛 那他在男生那边游泳的成绩 就是比较差 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 但是他一下 跑到女生这边 他以女人的身份 开始进行游泳比赛了之后 他把第二名落下了 喝一杯咖啡的时间 现在整个社会的文化 也都开始在 丑化女性 或者是物化女性 就是包括女生 自己都是穿着非常暴露 然后说啊 我晚上去酒吧了 我去夜店了 我跟多少多少男生睡过觉 然后怎么样 我就是一个成功的女性了 就是没有人在提倡 一个好的女人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那现在真言三十一里面 讨论的这个才德的妇人 或许在十年前 还有非常多的人同意 就说啊 这就是一个女人的标杆啊 就是女人要做成这个样子 那才德这个词 在西国来语里面 是有力量 就是说我们是要做 有力量的 powerful的这样一个女人 然后你是有内涵的 然后你是有力气的 而且她的才德 又表现在她属灵 道德精神 还有身体所拥有的力量上面 非常有内涵的女人 对社会有贡献 而且是有影响力的女人 这样的东西 现在没有人在强调了 没有人在说 女人应该那样 现在就是女人 就 你是美女吗 脱呀 你脱了才是美女 你穿的很少 晚上去夜店蹦迪 有没有男生问你要电话 有没有男生晚上带你回家 这变成了一个 成功女人的标志 要不然成功女人就是什么 挺大岁数不谈恋爱也不结婚 你知道吧 然后就是天天上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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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上班之外啥也没有 没有家庭没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 然后就是我就是成功的女人 她们完全把家庭跟女人分开 然后把家庭的成功跟女人 在世界上的成功完全分开 脱离 完全脱离 所以那圣经里面说的真不错呀 她说才德的夫人 谁能得着呢 啥意思 这就非常少啊 所以在现在的世界 就是越来越少了 这非常非常难找到 尽管女人的这个人口变多 但是还是越变越少的感觉 这个以自由为名义 而且毒害所有女人的想法 现在的男人找不到好女人结婚 男人一开始都是很纯情的 都只想要找一个 传统的美德的女人结婚 但是现在几乎是找不到 那些女生之前 她们是不想要成家 不想要有小孩 不想要把女性的美德 把自己的身体当成是一个玩笑 反正可以随便堕胎 反正都不用负责任 反正所有的人都必须 接受一个破碎的我 这个样子才代表爱 女人变成一堆 永远无法满足的受害者 永远都觉得社会在欺负他们 最近那个Jennifer Lawrence 上节目说 她非常想要当一个 女性的动作演员 因为她从小到大 都没有一个女性的动作演员 当作她的标榜 所有的动作电影 全部都是男性演出的 那这类的谎言 就是女人一直在骗自己的 其实社会不会跟着社会议题走 而是跟着经济走 有非常多的动作电影 主角全部都是女生 80年代就有那个异形 然后还有什么魔鬼终结者 里面的主角全部都是女人 2008年的这个刺客联盟 然后2003年的追杀比尔 2000年的这个卧虎长龙 对不对 这个张子怡 Angelina Jolie的整个 古墓奇兵的系列 全部都是女人主演的 但是左派就是会 讲这些无限的谎言 来合理化她们的议程 因为其实最瞧不起女人的 最贬低女人的 就是她们自己 这就是为什么 她们永远不会得到满足 永远都觉得自己不够 然后永远都觉得说 我做得很好 我做得很棒 然后其他的人全部都要 worship me 那还有一个就是吸毒 吸毒这个东西 这个议题 我们的每个新闻 讲了还蛮多次的 对不对 什么大妈合法化 海洛因 骨科检 然后什么分泰尼 到处都是 我们把所有的吸毒 全部都合法化了 在美国现在已经是 吸毒不会被关监狱 只有贩毒才会被关 常常贩毒的也不会被关 除非你是大量贩毒 所以甚至分泰尼一次进什么 5000斤之类的 我不知道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 或者是你卖给小孩 才会有任何的惩罚 我们的社会把一个彻底 让人放弃控制自我的 这个东西合法化 吸毒变成一个很潮 很有趣 一个经历 变成一个非主流的时尚 变成一个自由的代表 但是其实在美国 没有吸过毒的人才是少数 鸦片战争的这个毒害 中国的例子 美国不但没有学到 反而还变成了一个 自由民主的表彰 我们不断地提倡这样的恶心 而且放纵自我的行为 让我们没有办法 控制自己的心思意念 完全被毒品控制着 然后说这个叫做做自己 你以前上学的时候 吸毒的人很多吧 因为是艺术学校啊 然后大家就会说 你不吸毒做什么艺术啊 然后那你一定要吸一些毒 然后你才做艺术才会有灵感 所以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之前曾经有个 土耳其的一个同学 来美国半年 就让人把签证给取消 撵回去了 为啥 因为有一个月没来上学 然后一个月没来上学 我就问他 我说你怎么不来了呢 对吧 我给发信息 我说好久没看到 你怎么不来了呢 天天在家抽大麻 天天在家抽大麻 你说大麻那个玩意儿 你就一抽 你基本一天就 就没了 你就过去了 你知道吧 所以他就一个来月 他都没来上学 然后他就不来 对那当然抽大麻 还算是很轻很轻的 在艺术院校里面 还有很多其他的行为 然后包括我 那个以前上学的时候 我们中国的同学 快毕业了 把他爸妈从国内 交到美国来 说参加毕业典礼 然后他就给他爸买了大麻 啊 给爸爸买大麻 给爸爸买大麻 说让他爸他妈 一起尝尝抽一抽 因为在中国这算违法的嘛 那在美国不算违法嘛 我说你胆咋这么大了 What 我说你爸没骂你吗 他说没有 他爸可高兴了 说这傻玩意儿 可尝尝 Oh wow 对 然后他就开始带着 他爸抽大麻 然后我说那你妈抽了吗 他说没有 他妈骂他俩神经病 然后他妈在那边看电视 对 所以你看这个妈妈 有的时候有多清醒啊 妈妈蛮清醒的 一个家庭就是需要妈妈的啊 对 不然的话就毁了 如果家里要是有两个爸爸 你看 所以这也是我们 拒绝同性婚姻的 一个方便 对吧 妈妈好像很多时候 自制力会比较强一些 是 那除了这方面之外呢 艺术的层面 其实也是一样 对不对 那我们的艺术 其实已经变成一个 没有任何标准的存在了 你是电影的嘛 然后我是服装设计 各位如果看我们两个的行业 为什么我会 决心 一心一意 要传福音 就是因为我们那个 原本的行业 已经变得太奇怪了 OK 我们的所有的艺术 一切都是为了 冲击政治 宗教 还有信仰 还有意识形态的产物 我们被逼着 要同意很烂的电影 他们是很有意义的 对 是哦 对 我讲几个例子 我上学的时候就是 很烂的电影 你一定要点头 一定要鼓掌 我实在是不懂为什么 我们班有个同学 一个巴西的女生 她做了一个电影 这个电影 恨不得学校 给她表个奖章了 就是因为这个人 做了这个电影 毕业了之后 她还被学校留校 当TA 就是teacher's assistant 就是老师的助理 这样子 然后她还会 给别人上课 就是用小课干嘛的 那她当时 做了一个什么电影呢 她做的那个电影 就是说 一个 一段关系里面 还不是说婚姻 她就说一段关系里面 谁说只能有一个男人 一个女人 她当时那个里面 就是说一段关系里面 有两个男人 和一个女人 在他们这个团体里面 要加进来第四个人 男男女的 男的 Oh wow What a busy woman Wow 所以我上学的时候 看不懂啊我 我看了好多遍 我都没看懂 而她里面有很多 裸露的镜头啊 你知道吧 那个 这些人在家里 都不穿衣服 对 然后 拍完了之后呢 然后我们在班里面 就要播放无数次 因为大家就要提 修改意见 你拍完了之后 就是说剪辑 就是要怎么剪 哪个镜头要长一点 哪个要短一点 就是会在班里 放无数次 然后到最后我们 去哪儿screening 你知道吗 就到最后 你这个成片展映 是去Wanna Brother 就是华纳兄弟的 展映厅 我们是在那里展映 所以这个电影 受到整个学校的老师的 一致的好评 然后学生也把 这个女生 奉为像大神一样的存在 但是我 就好像不光是我 中国学生 好像都看不太懂 你们要吧 就说这个思路 是哪里来的呢 就是谁想 说让你拍个电影 你怎么会想到说 三个人互为情侣 然后还要加进第四个人 就是你这个东西 想都不可能想得到 你会觉得说 这有什么好看的 干我屁事 对 你会觉得这个思路 很奇怪啊 大家一般拍的话 要不然就拍爱情 要不就拍亲情之类的东西 那怎么会想出来这样呢 所以当时 他这个想法 是非常先锋的 他这个想法 是非常那个什么 然后他就讲说 这个是女性评选等等等等 但当时呢 我就是没有办法理解 我就是不懂 我就是完全 不明白他这个idea 一直到我们做新闻了之后 我明白了 左派这种意识形态之后 我再回去思考这个东西 我一下就通了 我就明白他到底 当时为什么要拍这个东西 所以这就是 当时我被逼着 要同意 这种很烂的电影 都有意义 就你一定要被迫鼓掌 尽管我都不知道 我鼓的是什么 我也不明白 他好在哪里 但是你在那个环境里面 整个其实这个电影的产业 都是这个样子 你就是要去 同意这种东西 这让我想到就是 马来西亚有一个人 一个导演 叫蔡明亮 然后他就是专门拍一些 摄情片的这个东西 每一个人当时 我那时候是高中生吧 每一个都说什么 他就是拍了一个艺术的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我说真的 每一个人就是听到这个东西 就是某个某个女星有脱光光 就只是这个样 但是我们表面上 就是还是要worship 他就是觉得说 他做的好棒 这是个艺术 裸露 就是真的 你用一个什么有色的眼光看 女人的身体 在一个男人的眼中 你不要再说什么艺术 我全部都是骗人的 那所有的东西都是变成 左派的一个意识形态 只因为他们是在讲同性的 我们的画画变得很丑陋 一切只是为了要变得更裸露 变得更刺激 更提倡暴力 更不符合事实 因为这代表那个人的政治立场 例如像说Hunter Biden的画 Jim Carrey的画 现在卖好多好多好多钱 还有现在所有的现代艺术 现代舞蹈 全部都不可以有任何的批评 把一个香蕉 用胶带贴在墙壁上 如果批评的话 你就是不了解艺术 你就是不懂 OK 不了解背后的含义 没有爱心 没有同理心 没有同情心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艺术 变成一个社会运动的代表 一个表彰 我们的生活 食衣住行 全部都变得跟政治有关系 我们做的所有事情 全部都有政治的含义在后面 目的只是为了要 推翻传统的信仰 还有文化而已 艺术是拿来我们敬拜神 纪念一个事情 留下传统 说一段故事的方式 当我们的人生 变成一个空盒子的时候 我们的艺术 也只会是个空盒子 因为我们自己 本身就是一个 没有任何思想 跟目标的一个人 那我们刚才讲到的 所有种种类型的这些东西 听起来好像是跟什么 同性恋结婚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这些东西 能够产生的原因 就是因为神创造的基础 被世界扭曲了 就是一难一允的婚姻制度 这个是整个社会形成 最基本最基本的东西 基础被扭曲了 就意味着没有任何的标准 你在这些事情上面 全部都没有标准 没有限制 所以你会看到 这些事情 全部都是连带效应的 副作用产生出来的 所以就造成了 我们现在看到 道德价值观 急速的下降 败坏 因为一男一女的 这是一个社会 非常非常基础的 一个价值 当我们打破这个时候 当我们男人 可以跟男人结婚的时候 女人可以跟女人 结婚的时候 第一个代表就是 神不存在 神不存在的话 就代表这个世界上 没有所谓的神的话 以及神的律法 没有神的话 以及神的律法的话 就表示圣经 没有圣经的话 就表示世界上 没有一个绝对 一切都是可以变的 一切都是可能的 肥胖不是胖 男人也可以当女人 女人也可以当男人 这个世界上 没有所谓的美 或者是丑 没有所谓的罪 或者是恶 只有我喜欢 跟我不喜欢 所以很不幸的就是 这个法案通过 这个法案一定会通过 而且变成法律 确定了 美国一定会衰败 美国一定会一蹶不振 而且我们的社会 会变得越来越丑陋 越来越堕落 最终自我毁灭 现在这个已经是变成一个 不可避免的事实了 我真的希望这段话 是可以跟就是 约拿跟妮妮威城 那个时候 有一样的效果 最后我们全国都认罪悔改 然后全国得救 但是我们被毁灭 是一个必然的 听到这样的沮丧的结果 但是我们还是要跟约拿一样 我们不能放弃 我们要把福音传到地极 我们要使用我们的生命 来荣耀神 因为我们不是要对 这个世界负责 我们不是要对 这个社会负责 我们是要对神负责 一讲到对神负责 谁能对神负责 就是你 就是我 还有我们 这些人组成的教会 那很多时候我们看到 你说社会堕落也好 或者人堕落也好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是很难过的 我们不希望 就是这些 不认识神 不明白神真理的人 就是按照他们的欲望 按照撒旦给他们的东西 他们就是急促的堕落 但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来思考 我们这些人能够做些什么 教会能够做些什么 那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真的不要再抱有任何幻想 就说 哎呀 今天好像世界很糟糕 没关系 睡一觉吧 明天起来一切都会变好 这个呢 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而且这个法案的通过 其实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巨大的提醒 这个提醒就说 赶紧的 抓紧时间 赶快制定方案呢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已经到达这一步嘛 那第一个 我们能做的是什么 教会能做的 第一个是建立学校 不要再拖了 不要再等了 再等别人不去做 你也不去做 那就是没有人会去做的事情 建立学校 让真正有圣经价值观的老师 家长来自己教孩子 如果要是说 比如说教会比较小 然后教会人比较少 就好像做不起来这些 没关系 你把这个场地可以借给那些 践行基督教价值观的 homeschool来用 有很多人 他们或许 召集了一批小孩 自己在家里面教育 但是他们没有场地可以去 如果教会 周一到周五 根本都空着 只是偶尔会有工作人员 进去用办公室 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请你把你的教会 可以奉献出来 周一到周五的时候 来给学校来用 让他们真正的 把这块 神赐给教会的 这样的一个房间 这样一个地方 有充分的利用的价值 让homeschool 让这些家长 让这些基督徒 来用你这个地方 让孩子有一个好的成长的环境去学习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还有第二个就是 千万不能妥协圣经价值观 在整个大世界的方向都告诉你 男人跟男人可以结婚 女人可以跟女人结婚 男人可以变女人 女人可以变男人的时候 你不能够妥协 因为圣经里面讲的非常非常清楚 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 是就是是 不是就是不是 男人是不是女人 不是 男人能不能变女人 不能 男人跟男人 结婚 你们基督徒知不知是 不知是 因为神告诉我们 是就是是 不是就是不是 那说到这儿 就说不妥协圣经价值观 那首先 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要明白 圣经的价值观 你如果都不明白的话 那就更谈不上什么妥协不妥协 这个问题 所以就是要先明白 那这个地方就是非常重要 教会要建造 而且要教导门徒 清楚的教导 圣经的价值观 清楚的明白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人会 非常自动的认为 就说 哎 教会里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些呀 哎 你别应该哈 你如果要是拿几个问题去问 你就会发现 其实并不是 有一些什么信了二十几年的 这个基督徒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 要比我了解很多的 对 但是其实 或许他们在 圣经的熟识的方面 你知道吧 就可以背经文 或者什么之类的 在那些方面 等等都有 但是很多时候 他没有一个教导 就是说 让他把圣经上 书本上的东西 跟现在的东西 做结合 那他如果不这样去看的话 其实有很多东西 他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所以他如果 要是没有思考过 他就是真的不知道 所以你如果要是去问 你就会发现 真实的情况 会让你很惊讶的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明白 甚至真正了解的比例 其实并不是很高 那之前就像我们 频道下面 还有很爱主的基督徒 跑来留言说 为什么我们不支持 被强奸的堕胎 OK 之前有人非常生气的 一个女生 就说为什么 那这为什么 这个答案 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自己回去找圣经 你去问你牧师 对不对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 非常完整的一个解答 所以你会看到 很多时候 我们在教会里面 看到很属灵的 或者是很爱主的 这些教友 其实他们 没有去思考过这些问题 没思考过的话 他们也就不明白 他们也就不知道 他们就会用自己认为 对和错的 这个方式去评判事情 做评判事情的标准 而没有学会用圣经 去做这个评判事情的标准 所以他们就会自然而然 认为说 我自己的想法是正义的 因为我信主这么多年了 所以我自己的想法 肯定就是正义的 他们不愿意去真正 去查看圣经 对这方面怎么说 或者不愿意去 顺服圣经的想法 那所以你说跟时事 结合的 这样的圣经的教导 在现在的世代来讲 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那当然我知道 在教会里面 做这方面的教导 不简单了 一个是不容易去触碰 那这些我知道 那个牧师都很聪明了 牧师跟神的关系 也都很连接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交给牧师去处理的 一个难题 我们并不是说 你一定要告诉 这些教友说 那个你政治人物 你要选谁 我们其实根本就不需要 牧师或者是教导的人 去教导政治方面的东西 你只要教导圣经真理 如果教会的人 都明白圣经真理的话 他投票他一定会投对 你说他真明白 圣经真理 他会投票去支持一个 支持堕台的人吗 一定不会 所以就是 很多时候是因为 我们圣经真理 在教会里的人 不明白 不懂 或者明白的不透彻 或者明白的 教会没教导 对 绝大多数的教会 没有教导 我必须说这是实话 绝大多数的教会 不愿意去讲这些东西 绝大多数的教会 爱讨论那种 基督徒能不能看A片啊 都是在讲一些 没有任何意义的一个废话 真正的道理 然后还有真正圣经的价值观 真正能可以改变人生的东西 绝大多数的牧师 不愿意去碰 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东西 因为牧师觉得说 我一碰的话 或许就会伤害到某些教友 我这个同婚就是一个例子 原本结婚是一个大家的共识 原本结婚就是一男一女 这是全世界 这有 如果说你以圣经的历史来讲 三千年 如果你说你以人类的历史来讲 六千年 从亚当开始 这个是一个共识 一男一女的婚姻 结果 教会不愿意教导 教会觉得说我们要接受 什么什么东西 我们接受同性恋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爱同性恋这些东西 我们试图要改它 但是我们不能接受 他们的婚姻价值观 不能因为 只因为他们觉得是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就说 我们爱他们的话 我们就要接受它 No 这是教会最常做的一个非常愚蠢 把自己的 所有整个整间教会 推到地狱的一个方式 就是接受了一个错误的罪 然后用这个方式来影响 我们接下来所有的孩子 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东西 所以同婚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力量 在这个地方 然后今天这个法案 变成了法律 就是会把我们全部 整个美国的所有的价值观 全部都推到地狱里面 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真实实 而且非常有必要 让所有人都明白的圣经的真理 就好像讲 我们其实并不是只针对 同性的群体或者怎么样 我们强调的是圣经价值观 就是除了一男一女之外的所有感情 或者所有的性行为 我们是全部都不支持的 就是我们不是说 你变性人你就怎样 你同性恋就怎样 不是 是婚姻的基础 就是一男一女 就是这样的 除了这个之外的东西 全部都是罪 所以我觉得这种 圣经真理的东西 教会一定要教导 教导了之后 人才能去明白 他的思路才会被打开 他才知道 圣经的历程是什么样 什么我该支持 什么我不该支持 我作为基督徒 我应该怎么为真理来站立 那如果他要是不明白真理的话 你真理站立这事 你就根本就不用谈了 如果要是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 圣经真理有的时候是真理 有的时候他不认同的真理 他就不是真理 那你根本就谈不上什么 门徒建造了 你也更没有办法说 我们要预备 我们做什么 上属灵战场的心腹 你这事都是太往后的事了 你这前面 你这鞋还没穿上 你这上什么战场 对不对 所以这些问题呢 都是需要教导的人 要从爱里面去说 诚实话去教导的 而且这样的教导呢 我认为在这个时候 不仅仅应该限于成人 更应该包含在儿童主日学里面 尤其是我们teenager的 教导青年的牧师 要去想 未来的方针应该怎么走 在我们小小孩的 这个儿童主日学里面 要怎么样能够用 他们听得懂的话 跟他们来解释这些东西 并且将这些东西 牢牢地印在脑袋里面 因为他们这些人 才是会受到影响最大的群体 对而且儿童主日学的这些牧师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每一个教会必须要 看好儿童主日学的牧师 到底在教什么 我们认识太多儿童主日学的牧师 在那边做一些 很糟糕 很无耻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洗脑我们的 这个下一代 在去做 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学校想要做的事情 政府想要做的事情 常常这些牧师 是读过神学院 然后是主任牧师的儿子 或者是女儿之类的 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 那接下来就是 父母能做什么 我们做父母的这些人 我们必须要承担这些责任 我们必须要承担 教育我们孩子这些责任 我们必须要100%的负责 不是什么30% 50% 80% 我们必须要维护 我们小孩的价值观 还有他们的这个 对于圣灵 还有对于圣经的 这个灵敏度 在这个地方 在家里要有 良好的属灵环境 家里查经 祷告 我们要带着 我们的小孩成长 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小孩 交给学校 不能交给教会 我们要必须要 亲自的来带领 我们的小孩 让他们知道 这些智慧 是来自于上一代的 不是是有 等于说是有千代 传承下来的 不是因为 这个人有一个PhD degree 然后这个人有个什么 Doctor degree 所以你听他的就好 你要让他们知道 就是说 这些东西 是有一个传承 在这个地方 所有的这些 圣经的价值观 是有意义的 如果父母做不到的话 小孩也不会做到 那如果说 你很幸运的 把小孩养大 你的孙子一定完蛋 如果他没有这样的价值观 对 所以就是说 很多时候我们都说 哎呀 我的小孩从小 在教会里面长大 为什么长大了之后 就不是那样的 他小的时候 他明明亚当夏娃的故事 他都讲得很好 诺亚方舟的故事 他都讲得很好 我感觉他都不错 他是不错小孩 但是很多的时候 你会想 如果你在家里面 没有一个良好的 属灵环境的话 你会说 为什么我的小孩 我现在感觉 他好像不敬钱 你如果在家里面 没有这样一个 固定的属灵环境的话 你要要求他怎么敬钱 如果你都是一个 去教会的时候 才讨论神 才讨论圣经的人 结果你回家的时候 天天讲世界上的事情 你家里的环境 跟神一点关系 都没有的话 你指望小孩 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 他要如何跟神去亲近 他要怎么把他身边 所有的事情 跟神都联系起来 其实你知道 把所有发生的事情 跟神联系起来 其实不是一个难的事情 就像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 对吧 我们每一天 我们基本上 都是在讨论 跟神有关的事情 对 其实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成长 或者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工作 是一个非常幸运 而且让你 整个人非常舒服的一个事情 就是你讨论的每一件事 都跟神有关 就是我们看到每一个新闻 第一个反应就是 你觉得神会怎么样讲 然后圣经上面是怎么样子 那这个像我们那天讲 Virginia 那个餐厅的这个东西 你一讲就觉得说 OK 虽然他们是基督徒 但是他们做的事情 很不符合圣经 你只要一符合圣经 一切事情就变得很简单 很简单 因为你有一个标准在那边 对 所以这种 我相信不应该只是说 我们全职 做这样一个工作 才应该有的 其实正常的 在健康的 属灵环境的 基督徒的家庭里面 其实爸爸妈妈孩子 晚上回家 都应该有一些固定的 查经 祷告 敬拜 然后还有 来聊一聊今天事情 你这些事情 在神的眼光里 是怎么看的 所以我觉得 家庭要有这样一个 好的属灵环境 你才能够真正养育起 好的 爱神的 然后一生都不会离弃神的 这样一个属灵的小孩 一个礼拜 才去一次教会 但是小孩 天天都回家 这个就是我们有 最多的时间 那很多时候 我们在这看 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确要 认罪悔改 就是每一天 都要认罪悔改 那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认罪悔改 我这一次 什么大选 还有什么各方面 我做这个评教 做了两年的 最终的这个结论 就是 我们一定要认罪悔改 我们要知道 我们错误的地方在哪里 然后我们要知道 怎样可以变得更好 我们必须要停止抱怨 我们必须要停止 什么什么英文论 还有什么东西之类的 而且我们要开始 做实际的行动 我们必须要把 我们自己的心境 跟神而来 我们必须要认罪悔改 然后把我们自己放到神的面前 我们必须要这样的做 然后做给我们的孩子看 包括这样子的 这个同婚的法案 我相信很多的基督徒 一定都是觉得说 哎呀民主党啊 左派啊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 那些人是怎么样达到权利的 就是因为我们什么都不做 我们的软弱 然后我们竟然让 这个样子的事情发生 然后现在在我们的州议会里面 在我们的国会里面 会有这个样子的情况发生 你看以前那个 什么国小的什么评良啊 然后什么那个 习作啊那些东西 每一个都会告诉你 就连中国大陆都会告诉你 你要反省你自己 你必须要说 不能管其他人 在做什么东西 但是你要反省自己 就连无神论的中国大陆 都这个样子讲了 为什么基督徒做不到 为什么基督徒 永远在反省别人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认罪悔改 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看到美国真的已经 一蹶不振 然后同婚法案要通过 然后我们永远都会有这样子的法律 在我们联邦的法律上面的时候 我们要回想的就是 我们没做什么 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东西 对 这个反省是很有必要的 如果我们想要得胜 如果我们想要讨神的喜悦 如果我们真想知道我们做的哪一点 跟神的要求是不符合的 这第一点一定要认罪悔改 我觉得认罪悔改是成功的第一步 你要知道过去哪里做的不对 那自己思想 然后悔改了之后 你才能够有进一步的表现 就像马太福音三章八节里面告诉我们的 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 与悔改的心相称 就是悔改之后得出什么结果呢 结果就是要结出果子来 就是我们不能光用嘴说 我们要悔改 我们要悔改 光有悔改的心还不够 悔改的心要结出果子来 这个果子就是我们的行动 就是我们悔改过了之后 我们要怎么做 你的行动要表现出来 你真的悔改了 而不是说你只有一个悔改心 每天来到 主啊对不起啊 求你原谅我们 然后第二天什么也不做 那这个就是悔改的心 但是没有行动 神告诉我们 结出果子 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 这个是神要我们去做的 所以如果你对家庭 对教育 对孩子的成长 对在教会中的服饰 想要做得更好 那悔改一定是第一步 悔改过后呢 要配合着实际行动 结出果子来 那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果子 跟我们现在要做的 都息息相关 像一幅所书五章九节 这里告诉我们说 光明所结的果子 就是一切的良善 公义 诚实 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 圣灵的果子 就是仁爱喜乐 和平忍耐 恩慈良善 温柔节制 那腓立比书 这里告诉我们说 靠着耶稣基督 结满仁义的果子 归荣耀称赞给上帝 我们如果要变得更好的话 我们一定要认罪悔改 我们不能再 期待一个什么救世主 还有什么东西 来到我们的当中 然后会翻转这一切 我们不认罪悔改的话 我必须说就是美国现在就是像尼尼威城一样 甚至比尼尼威城更恶心 现在我们的LGBTQ的人 LGBTQ这些人口 只占美国的总人口的5% 这已经算很高的了 但是 他们却掌控着我们100%的Entertainment 所有的娱乐 所有的电影 所有这个东西 我们每一件事情都需要跟着他们去走 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 那现在我们的婚姻也必须跟着他们的方向去走 我们的结婚 原本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最美好 最慎重 一个男人跟女人 把彼此最好的一面放给彼此 我愿意一辈子保护你 我愿意一辈子守护着我们之间的合约 两个人可以做到最亲密的契约的这个情况下 现在变成了一个无所谓 你可以随便签一个字就全部放弃 你可以随便签一个字就全部丢掉 两个男的签一个字 两个女的签一个字 然后这个变得跟神给的契约一样重要 这个就是政府掌控神的权力的一个后果 人永远会滥用权力 我们把这个权力交给了政府的话 政府就会搞砸 现在政府把婚姻都搞砸了 我们必须要重新让婚姻的神圣性回到我们当中 不然我们的社会就一定完蛋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或许今天这期节目时间有点长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鼓励啊 因为不要灰心丧气 灰心丧气的事情可以有很多 但是我们看到鼓励之后 我们就知道我们前行方向是如何 所以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世界上 因为世界总会给我们带来的是失望 我们把我们的信心 一切都仰望在我们的神的手里面 我们的每一天生命都是有意义的 每天生命都是光明的 感谢左派啊 他们现在做这么多恶心的事情来扰乱我们的世界 这样我们才有更多的事要去做 这样我们的生命才有更多的价值去发挥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合唱又扩大了 能做的事情又更多 所以加油吧 好那非常感谢你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你有什么想法的话欢迎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丹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